民国时期,上海滩有着十里洋场的美称,这里灯红酒绿纸醉金迷,自然产生了不少倾国倾城的名媛美女。 闫人美就是其中的一个,并且是最漂亮的一个,不仅如此,她至今还健康地享受着生活,是民国最后的一位名媛。 说起闫人美的名媛身份,那可真是名副其实,一般的千金小姐根本是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。 她的曾祖父曾是清朝的官员,与李鸿章一同共事,她不仅是一名高官,还是我国首家银行的创始人,同时还拥有多家企业,而她的祖父同样也不是一般人,她就是江浙一带的著名富商刘雍。 闫人美一生当中有过两次婚姻,第一次婚姻是在父亲的坚持下,她不得不妥协的,交换条件就是能够重新回到学校读书。 第一任丈夫是苏州一位顽固子弟,名叫马官良,怀孕之后,她不得不中断了自己的学业,接连生下了三个孩子之后,她终于无法忍受丈夫不断出轨的事实,选择结束了自己的这段婚姻,离了婚的闫人美,倒也乐得逍遥自在。 常常与几位上海滩的名媛小姐聚会聊天,但是后来,她被一位日本军官看重,由于当时日本人对中国做出的种种恶行,闫人美果断地拒绝了她,为了逃避日本人的狂追,她与另外一个男人结为夫妻,这个男人就是李祖敏,大众火柴厂的创始人。 闫人美终于有了一段美好的婚姻,夫妻俩为抗美援朝,华侨服务,社会孤儿等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。 直到现在,闫人美已经103岁高龄了,她每天的生活依旧悠闲自得,看书,读报,散步,优雅的生活如同当初一样,她还是那个受过高等教育,享受过富有生活的大家闺秀。 现在的她已经成为民国时期名媛的标杆人物,希望她可以永远像这样快乐地生活下去。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,感谢大家的观看,喜欢我的请点关注哦。